大家好,欢迎收看知情人士 我是被政治耽误的歌手小陈 最近有两个案子的自助漏洞 引起大家对于贪污治罪公平性的讨论 一个是因为案子过了追处期 悄悄返台大宴宾客的朱婉卿 以及法院判决定宴 入监服刑不久就申请外溢间的离异事 今天让我们透过这两个个案来了解一下 贪污及外溢间的现况 2016年11月21日 在海外逃亡的前中央广播电台董事长朱婉卿 悄悄地回到台湾 并且在庆城街豪宅内宴客 朱婉卿在2000年时 被指控任职央广董事期间清算公款 10月道案说明否认犯刑 检方让他以50万元交保 也在交保的当天 朱婉卿就连夜了买了 头等舱的单程机票去了美国 这些都是十几年啊 朱婉卿当年在中央广播电台 公职内的贪毒行为 是犯了贪污治罪条例 检察官也是用此条例将他传讯 问题是 为什么在他逃亡之后 却以一般侵占罪起诉 通缉时效只有十年 通缉嫁重四分之一之后 总共十二年六个月 正因为如此 他才能够在2016年回台 嚣张艳客 并且把当年贪污的1660万 纳入自己的口袋当中 目前的贪污治罪条例 对于由政府出资捐助设立的 财团法人董事长以及相关专任人员 在实务上及个案上 有规范上的漏洞 让这些明明是政府派任的人员 在触犯法律时 却得以用相对较轻的罪名来起诉 因为以上种种因素 时代力量立委最近开始研拟 要对 《贪污治罪条例》第二条条文做出修正 将原本条文的内容再做强化 由政府出资捐助设立的 财团法人董事长 以及相关专任人员 在政府编列预算补助的公共事务行为 都必须明确列入 原本条文内所列定的公务员资格 以作为条文的强化 防止有心人士专漏洞 来逃避司法审判 除了补足法律约束的职务范围之外 今天还要跟大家谈谈另一个 可以说是贪污者最爱的制度漏洞 也就是外溢监 前行政院秘书长林毅氏 因为贪污治罪条例被判刑定验 入监服刑四个月后 就申请移转到外溢监狱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利用权力的高官 将自己原本应该要负的刑责 利用法律的漏洞来逃避 减少刑期 这也就是为什么外溢监的受刑人 会被媒体报道说 日子过得很爽 工作轻松 配偶还可以来住 假日可以回家看家人 根本就是在做爽牢 而引发争议 什么是外溢监 简单来说 外溢监是一个较为开放 低度借户的监狱类型 它没有像一般监狱那样的高墙围绕 也不会将受刑人 整日的活动限制在室内 而且外溢就是指在监狱外工作 外溢监会让受刑人 在没有监狱人员的监视 也没有上手铐脚梁的情况之下 在室外工作 另外也只有外溢监的受刑人 可以在国定假日回家看家人 实物上称之为返家探亲 不同的行期 不同累进处域级别的受刑人 允许返家探亲的次数 从三个月一次到每个月一次不等 外溢监的原因是希望让表现良好的受刑人 逐步适应社会生活 但根据统计 外溢监的受刑人确实有钱有势的人比较多 以2017年的数字来看 一般监狱中 贪污治罪条例的受刑人比例只有0.8% 但在三个外溢监里头 贪污治罪条例的受刑人比例高达23.6% 是外溢监里比例最高的犯罪类型 外溢监还有一个让罪犯最趋之若物的福利 那就是在外溢监服刑可以大幅缩减刑期 最多每个月可以缩短16日 等于你做一个月可以缩短半个月的刑期 这里就是为什么常常看到刑期未满一半的官员或政客 可以出狱的荒谬景象 这跟政府反贪腐的诉求 可以说是完全背道而驰 所以实在力量也在草拟修正案 要对于外溢监条例的第四条 以及第十四条的条文做出修正 其中对于第四条第三项的圈毁实据 提案修改成 有具体事实 主任已承认犯刑并诚心悔过 将原本比较空泛的条文说法 改为比较实质的用语 另外对于累犯不得参加外溢监领选的规定 实在力量则是提案增加 犯参污治罪条例之罪 或重大经济犯罪者 其依法应该要没收或追征的犯对所得 尚未追回者不得参加领选 另外对于第十四条的条文内容 则是增加了犯贪污治罪条例之 受刑人不适用之的规定 也就是希望能够将贪污之人 排除在可缩短刑期的规定之外 以确保外溢监不会变成贪官污吏的乐园 国家每年都会编列大笔预算 去补助政府出资设立的社团法人 这些官派的董事长专任人员 如果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义务 反而贪赃妄法 还利用法律的模糊地带 明明是贪污却用了一般的侵占罪名起诉 这样的贪污治罪条例 根本无法让贪官污吏受到应该有的制裁 另外外衣监原本是为了表现良好的受刑人 而演你的条文 让他们在比较长的刑期结束之前 可以因为表现良好而申请外衣监狱 提前调试自己的心态 好面对日后出狱的生活 如果被那些有钱有势的罪犯呢 拿来当作轻松服刑以及缩短刑期的工具 这样对于原本希望帮助受刑人 回归生活的外衣监狱 完全可以说是扭曲了原本的意义 也希望国家立法单位 可以监督草案的修改进度 不要让这些原本应该要来保护国家法治 保护人民权益的法律条文 变成少数贪官污吏的乐园条款 以上是我们对于这个议题的整理跟分析 希望大家可以对于这个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 那其实还有很多需要大家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 我们也会透过这样的方式 整理更多相关的资讯给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样的谈话方式的话呢 欢迎帮忙按赞跟分享 那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记得订阅一下哦